早安 先更新一下大家 其實我本身是想著今年1月開始 就拍多一些Diary形式的Vlog 但是由2022年的12月 直到今年1月我也不知道經歷了什麼 首先我的狗在12月初 就開始不停看醫生 因為她心臟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整個月我們都很不開心 和很緊張 Kenzie本身是12月有一個Diving trip 她都cancel了 然後到1月 我的狗on and off不停肚餓 然後我就發生了一個意外 大家看到我現在說話是不是奇奇怪怪的 我沒有去整容 我是跌倒了下巴 嘴裡就亂了差不多十幾針 然後外面就亂了六針 我也是剛剛今天才可以 脫掉那些膠 然後就塗上去巴膏 總之我上兩個月就是過了 非一半的生活 簡直覺得要崩潰 直至都真的1月完了 我就開始覺得個人 解決一點 好像所有東西都順一點 Kenzie又正式出發了她的Diving trip 多了些me time 所以就拍一下vlog 記錄一下 今天我就要出去覆診 應該是覆最下一次診的了 我雙口應該都好得七七八八 始終它裡面有一個很深的cut 而且那個cut是其實穿了出來的 穿了出去外面的 所以是有個洞的 現在嘴裡的神經線應該是未預合好的 所以我笑最多是這樣的 希望我快點好回來 覆完診之後我就很想去買一個 很出名的布甸包 覆診的地方就跟那個布甸包 好像是很近的 我還沒搜尋 等一下先搜尋一下 買到那個布甸包就好了 因為我經常都在社交媒體看到它的布 但是因為那一頭我真的很少去的 難得今天去覆診就會驚開過頭 那我就去看看碰碰運氣 買不買到布甸包 夾什麼頭髮 我就這樣夾整齊它就算了 幾年前開始飄染頭髮之後 其實我每一次夾頭髮都覺得 對頭髮不住 因為很傷的 所以現在用洗頭水 用一些好一點的 還有會塗很多保養品 還有直髮夾 我也會選一些好一點 應該是GHD 其實我用了GHD很多很多年 那時候GHD還沒來香港 第一個GHD應該是姐姐在英國買的 然後我就開始偷來用一下 中途有試過轉其他牌子 然後還是覺得搞不定 用了GHD就是回不了頭 它是真的相對地 你夾完頭髮之後 那些頭髮你摸下去是不會那麼乾 我估計是不會那麼傷 直髮夾也是一個需要投資的產品 好了 完成了 整整齊齊就可以了 換好衣服了 今天呢 非常隨便 牛仔的配搭 最近呢 我喜歡穿褲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呢 以前 早幾年那個褲的trend是摘腳 那我就 真的不是很享受 我是很不喜歡褲 貼著我的腳 因為我真的太怕熱了 但是呢 現在 是流行一些闊的褲 所以我就 狂買褲 最近是追著褲來看 這條呢 就是 UNIGLOW的牛仔褲 其實呢 我不是真的很高 但是 我發現UNIGLOW的褲呢 真的有少許偏短 所以呢 這條牛仔褲 我特意買大了一個尺寸 那那個長度呢 就剛剛好 因為今天不太冷 所以 穿一件衣服都可以了 那這件呢 就是一件 Timberland的牛仔褲衣 很多年了 襯一個 這麼 男性的 牛仔褲 和牛仔褲衣 我裡面就選了一個 比較 女性化一點的背心 可以平衡回整個 外套 超好用 最近都經常用這個袋 因為 它又小小過大 又裝了很多東西 然後它的帶其實很長 那又可以 側面背 就可以了 又可以打成什麼都可以 就這樣 敷完診了 醫生叫我盡情忍住 那些神經線呢 就快點好 嘩 我做了一件 我最不喜歡做的事情 就是排隊 但是它的包 真的好像很好吃 喔 補丁包啊 最後我也多買了幾個其他包 頂頂大名的布丁包啊 真的蠻好吃的 今早我好早起了山 出去 跟Torpas拿些藥 然後回來 我拍了一些外套 天氣終於都回暖 那我就可以搭一下春裝 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呢 就大概四點半 我就要跟Torpas 下街 去床 然後就差不多出門了 因為今晚有個 很重要的約會 等一下你們就會知道 我約了誰 今天的外套都是以舒服為主的 不過都是一個Date Night 所以就穿一條可愛的裙子 HELLO TORPAS 你是不是要去床 是不是床時間啊 是不是床時間啊 Torpas OK HELLO TORP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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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都經常跟我媽媽拍拖 的 今天呢 就帶了個去試TWG 這個VALENTINE'S DAY的 special menu 我們都吃到好飽啊 日子 噢 嗨 嗨 嗨 一趟 然後這天就有兩個preview要去 穿得舒舒服服 有些細節就可以了 第一個preview就是Intimissimi的preview來的 看看他們的Spring Summer Collection 看看他們的新產品 這個絲襪 很可愛 然後就是UniGlo的preview 非常喜歡JW Anderson的Skirt Set 很漂亮 好 今個星期的分享就是這麼多了 有點隨便的碼 因為今次是我意外之後 第一個星期劇法碼 很顧著他們 希望你們喜歡這次vlog 下次再見 Ciao 大家下週 kf … … 太快 我會不會 我看是 臉 喉 綦 有 有